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跳着走路的人叫詹长慧,今年35岁 这35年来,他从未经历过走路的滋味,一直靠跳跃来行进 詹长慧很小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那次病后,导致他部分肌肉瘫痪 而肌肉的瘫痪让正在长身体的詹长慧,骨骼也随之变形 他的母亲曾带着他四处求医,但结果都不容乐观 经济的困难和有限的医疗水平,让他彻底放弃了希望 可谁想到,这一跳就是35年 他一度认为自己是家里的脱油瓶,甚至有过亲生的经历 每当提到这件事,詹长慧的母亲就气不成声 他们在这儿,你们在那儿,在这儿,在这儿想不活了,我们也想不活了 要吃啥事,我害怕我打倒,都成熟不鸟 我怕把我健身搞垮了 但是是不坚强的结果 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听出,詹长慧已经极度悲观 在他的内心世界,希望早已灰飞烟灭 2013年年底,由中国知残协会主办的重塑未来工艺项目 来到湖北省实验室云溪县进行免费救治 前来参加筛查的知残人士络绎不绝 听到消息的詹长慧也赶了过来 我说,我前期 我先 好,来 找这套动作 再动一下 再动作试试 是不是 好 很可 医生对詹长慧的情况进行了检查 发现他腿部严重萎缩 屈膝达到了90度以上 并且有严重的马蹄内帆足 情况比较严重 行了,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想请问一下 你觉得我这个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不能完全保证 但是就是说你回去等,他会通知你 如果说可以的话他就会通知你 行吧 好的,谢谢啊 这些天,詹长慧和母亲都盼望着 如果自己被选上 那就有机会到北京接受免费治疗 想到这,詹长慧重新燃起希望 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与希望擦肩而过 他迫切盼望自己能够成为幸运者中的一员 几天后,詹长慧接到了组委会的电话 通知他,将由北京的专家对他进行进一步检查 如果没问题,他就可以到北京接受治疗 谢谢你 这一天,詹长慧像往常一样待在家中 北京的专家来到了詹长慧家中进行诊断 这关起着詹长慧能否获得这次治疗的机会 专家仔细查看了詹长慧的腿 并确定他符合救治条件 这对詹长慧一家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不知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还是怎么 詹长慧的母亲突然不愿意让儿子参与这次救治 老人的这个决定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经过沟通,原来老人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没赶上什么好事 怎么这一次运气就这么好 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要求他说到底搭到什么样? 那个罗帝心头的心了,他今天又不辣又咬面子 又不辣白脏,就这样一直撞来撞着这些年 那肯定能吃的呀,我们来这次来 我们珍珠了半天,我们这本地专家珍珠了半天 一个要我亲自给他检查一下,另外呢就是关注他一下 在专家给老人耐心的讲解后 老人才得以放心 12月23日,战场会和其他残疾人一同来到了北京 他骑着自行车,看上去在人群中有些与众不同 他说,只有在自行车上才能掩饰自己的残景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未知 他在医院,刚上车,战场会就迫不及待的和医生聊了起来 一路上,他不停地追问医生自己的腿能不能治好 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需要治疗多长时间 因为他不知道在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 战场会他们被接到了医院,准备安顿下来 看着这个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地方 战场会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医生记录下战场会的病情后,给他办理了住院手续 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因此战场会的姑妈陪同他来北京进行治疗 在办理了住院手续后,战场会开始等待治疗 与战场会的病情比较特殊 院长夏和陶亲自来到病房查看 你躺下往前一点 好 这是 你自己摔一下 这个可以摔去 去宽 去宽 然后 往起来 把这个小腿伸直 伸得动吗 伸不了 有一点 还是不行 脚指头动一下 往上敲 脚指头往上敲 敲不起来 这次治疗的 应该是治疗过程要稍微长一点 一起来把你的病治好 不能完全靠医生 医生是去主导作用 好吧 好 这天 下面是 下面 下面是小腿的外肯定器 后面有一个掀针杆 手朵 手朵是通过骨外固定 并调节鲲架松减 通过外力促进骨骼再生 控制骨骼生长方向 会诊后 他们决定尽快给詹长慧做手术 手术当天 詹长慧早早就起了床 在病房等待着 他的姑妈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他既担心詹长慧忍受不了术后疼痛 又害怕手术出问题 可詹长慧却现在十分坚强 我觉得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希望了吧 能走路一直就是我的梦想 不管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都愿意去尝试一下 你好是詹长慧对吗 对对对 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现在接你七十五十 好吧 来 看一下 就这样 詹长慧被推进了手术室 开始了他期盼已久的火腿之术 麻醉师开始给詹长慧做树前麻醉 双腿热前麻醉 往中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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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二三好 挺好 配合不错 别动啊 别什么不舒服 说话告诉我 对 你还没准备了 对 你还没准备了 发热了 现在 发热了 正常啊 好 不错 疼 疼 疼 好 把手坐这儿 放松 睡觉 睡觉 有点麻 有点麻了吧 好 没事 放松 放松 只要紧张啊 然后给你吸点氧气 吸点冷气 准备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手术开始了 由于詹长慧有严重的马蹄内繁足 因此 需要断骨矫正 而用来矫正的外固定关节脚垫 必须固定在 踝关节旋转中心 插之好里 都会引起踝关节脱位 这一细节 关系着整个手术 成功与否 因此 医生们十分谨慎 生怕出现一点差错 手术室内 阵阵的电钻声十分刺耳 而守在手术室外 詹长慧的姑妈更是心急如焚 她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脑子里一片空白 坐立不安的她 总是在手术室门前来回张望 在她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希望手术能够快一点顺利结束 可在这时 手术室内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手术室内的手术依然进行着 医生已经开始准备给詹长慧架上外固定器 可这时詹长慧开始有疼痛感 原来 由于詹长慧过于紧张 导致麻药力度减退 麻醉师赶快给詹长慧补充麻醉 直到确认无误 才继续手术 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努力 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好 接病人 故事接病人 直到詹长慧被推出手术室 她的姑妈还算松了一口气 一 二 三 回到病房 护士们忙碌地照顾着 刚刚做完手术的詹长慧 而这时 詹长慧的姑妈 再一次流下了眼泪 看到詹长慧手术的伤口 她更加心疼 因為她知道 麻药护后 伤口一定会剧透 回一会儿麻药劲就过了 疼痛感越发明显 大概因为我们在 沾肠会墙泪水 为了能让他好好休息 我们离开了病房 接下来 沾肠会要开始漫长的治疗过程 他必须每天调整 外固定钢针的力度 当然 疼痛 也会随之而来 特怕 为什么 医生说让我每天上午调 我那时候就想拖着 不调不调 但是呢 我又知道不调不行 不调他就正不过来 反正特纠结 不想去碰他 但是你又必须得去碰他 所以说特纠结 也特难受 他明知道调了会很痛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调他 尽管纠结 但沾肠会依然忍受着疼痛 尽量在允许的范围内多调一点 因为每天调整的力度直接影响治疗的时间 我们在给沾肠会 手术完以后 沾肠会 非常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况 所以每次做前身的时候都是超出于肌量来转动我们的这个滑牛 他那个肌肉张力很大 患者也相对比较痛苦 两个月后 当我们再次去看望沾肠会时 他严重内翻的脚已经基本翻过来了 效果十分明显 因为我做完手术我就给自己的脚照了一张像 然后我时不时的翻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每天调他 他每天只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说你要问我 我看着他好像每天都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他只有一点点的变化 你根本就感觉不到 也就是自己过了各把月以后 你把各把月以前拍的照片翻出来看一看 你再看出来 原来变化挺大的 看见我们来 沾肠会的脸上洋溢出从未出现过的笑脸 那种充满阳光灿烂的笑容 几乎让人忘记了之前那个悲观的他 他说他基本每天都会住着拐出去走走 晒晒太阳 这样对骨骼有好处 随着夏天的到来 沾肠会已经治疗了八个月 现在的他已经开始练习 小幅度膝盖打弯了 他越来越盼望 右脚可以着地的那一天 赶快到来 他还是经常翻看着从前的照片 回想自己刚来到医院时 拖着残疾了三十几年 自己曾经极度放弃的腿 他从未奢望过 自己的右腿还能重生一次 如今他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效果 他甚至怀疑过自己是否在做梦 如果是梦 他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 他的病程要比正常的 我们预计的时间要快出两个多月 他是很急切 很迫切地希望自己的腿能够伸直 希望自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 正常地行走 2014年八月底 沾肠会再一次被推进手术室 这一次 他的表情十分凝重 因为他不敢相信 当他从手术室出来时 他将真正拥有一条 重生的腿 沾肠会腿上的外固定器 被顺利拆除 并回到了病房 拆除固定器外伤的疼痛 再一次来袭 医生里把床扶着别让他弄好 这两天不要想了 饮食呢 吃一些流食 不要吃一些酸辣的事 由于刚拆除外固定器 需要休养几天 等外伤愈合后 就可以带上护具 进行康复训练了 然后再带上 您的护具定做好了 现在可以带上 把纱布给你拆了 把这带上 拆上以后 就将军可以一下 去站一站走一走 医生告诉站长会 佩戴护具的时候 一定要将护具上的脚链 对准肌关节旋转中心 这样才可以有效练习打弯 而平时需要将脚链两侧的锁扣锁上 这样可以防止机型反弹 因为护具的角度是反驱十度 也正因如此 佩戴护具时会十分痛苦 这样再把这牙齿抹 这样再把这牙齿抹 这就是用没什么用护具 没什么没护具押 护具给你一个量 四个量 卡在锁上了 就算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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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好护具 沾潮汇就可以下地 练习走路了 我们摘完工程器三四天以后 带着护具就可以走 可以部分负重 就是说承担我们身体的重量的四分之一 这样都可以走 但是如果要正常行走 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要加强膝关节锻炼 因为膝关节活用度现在还是比较小 再就是因为它前生以后 肌肉的张力也比较大 这段时间我们都加强这两方面的肌肉锻炼 暗关 还是通过自主的功能锻炼 哎 先生 我来了 那个怎么样啊 这个感觉 挺好的 我每天都会锻炼的 每天都锻炼 对 对 对 这现在比刚开始 刚开的时候 超多了 刚刚开的时候可能的 现在都不可能 现在不可能 对对对 它现在主要就是锻炼它 对 把它的腻道给锻炼出来 现在慢慢的比以前有劲多了 有劲了 对 等于它能吃力了 感觉它能吃多大的劲 它才能充气我体重的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那还行 我看现在心态好多了 对对对 之前第一次见您的时候 对对 那会儿有点悲观 对那时候很悲观的 是的 那现在呢 现在能用两下腿走路了 真的 感觉就不一样 感觉就不一样 现在好像一下就成了 是吗 对 斩肠会的手术效果很理想 接下来就要坚持进行康复训练 锻炼腿部肌肉 不久的将来 它会像正常人一样 行走 生活 它远渡重阳 来到中国 该为汉血老马 能否落地生根 开花散 进行收看 走进科学 汉血老马 生日进